今天是2022年的10月8号 我们南加州洛杉矶很多的华人齐聚一堂 在Arcadia的跑马场这个地方 一起庆祝有我们加州众议员 也是一个华裔的议员叫菲利普成 中文名叫陈利德议员 提出的一个议案通过 就是把10月23号定为加州华人日 这个在美国呢是开创了一个先河 而且这位陈先生的话呢还提议了 把我们中国人的农历新年 也定为我们加州的法定节假日 当然这个法案也刚刚通过 所以今天呢就两个节日一起庆祝 咱们这位陈议员的话呢 为我们华人是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了 也就是说在中国新年的时候 加州的公务员啊老师啊什么开公交车的 反正这些领政府工资的 都可以得到八个小时的休假 也就是休假一天 当然有我们加州华人日 和华人的农历新年 这个两个节日的通过的话呢 说明加州第一个在美国50个州里边 是中国人最多的 有数百万以上的中国人 而且这数百万的中国人 在这片土地上勤劳勇敢 为加州美国这个社区 也做了不少的贡献 所以加州才可能把这两个法案给通过 有咱们华人的这两个节日 说明咱们中国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 这两个节日通过呢也提升了在美华人的这种自豪感 那这个游行盛况的活动的话呢 一共有两天的时间 里边有赛马啊 还有亚裔就除了中国人以外 像什么越南人呢 菲律宾人呢 泰国人等等 这些的一些特产啊 小吃啊 还有他们特色的一些歌舞表演啊 都在里边大家一起展示 当然我们展示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啊 各大56个民族齐聚一堂欢乐的圣境 里边还有像我们的天津大爷 在那捏小面仁还有捏糖仁的画糖画的 当然还有中国的各大名小吃 连煎鸣果子天津烧烤什么都有 沿边呢还有各大商家搭的棚子展示他们的商品啊 还有他们的公司啊 总之里边呢就是好吃好喝好逛 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两天的好机会 这将成为在美华人移民历史性的重要的文化遗产 具有着画时代意义的伟大历史事件 不说了都看饿了 先买个煎鸣果子吃 一个煎鸣果子15块 大家觉得这物价怎么样